哈喽大家好我是楚然 端午节就要到了 今天呢我准备尝试一下包粽子 然后呢现在都是要有那个甜粽和咸粽 然后这两种我都吃过 都爱吃 今天呢我就要两种都试一下 准备了这个甜粉 还有咸蛋黄 还有红豆 糯米 粽叶 然后今天就来试一下 首先呢准备两片粽叶 然后这样一正一反 给它折成一个三角形 就是这个 这样呢 我刚才真的看到了 看了好久 然后呢 用我提前泡好的糯米 泡了一碗上 然后给它加一碗 塞实一点 我第一个先包哪个呢 作为一个北方人 我先包这个 包前脑 放在前脑里面 做一碗塞脑 好 现在把它压得很实 分不分 就是一个这样子 加形状可以 然后 用这个绳把它给捆起来 我随便捆了 它这个真的很难 它这个真的很难 它是红的 然后给它 一个结 好了 一个粽子 就这样 它是挺红的 然后 现在开始包个 咸蛋黄的 高中大学 都是在上海上的 然后那个 吃过很多 那个咸粽 它都是 咸蛋黄和那个肉 包在一起 但我今天 没买肉 就用一个咸蛋黄 肉 就很香 还有那个 鲜肉月饼 也很好吃 还有一个蛋黄 我刚开脚的书 它好像是 可能还放得成其他的 就这样弄吧 你看 突然能够成功 这什么东西 等一下 再 再 再 就这样 给它 捆起来 好 好了 为什么要再把水浸 然后第三个呢 我准备包一个 这个红豆馅 我以前吃完了 豆沙的吧 一样的 红豆沙一样的 这个就是 放一层糯米 放点红豆 现在它是没有糖的 因为它红叶本身 就有一点这个香味 所以呢 就是等我煮熟之后 要给它单独 拿一个小碗装力的白沙糖 好大一个洞 好了 嗯 还不错 你看这三个 丑的各有特色 然后再包几个 就可以去煮吧 越包越小 所以我就包一张皮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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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们说 还是有这方面 包装的天赋的 接下来呢 我就要在 这个 在场的三位观众当中 出去一位幸运观众 一会儿呢 我就把它煮熟之后 就给这位 去干嘛呢 去哪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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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回来快回来 救你了 我接下来呢 就煮熟的生活 就是给这个幸运观众吃的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儿了 祝大家端午安康 然后一会儿呢 具体 这位幸运观众 就觉得这个味道 松子如何 然后就会贴在评论区里 拜拜